而您今天喝过咖啡了吗 要提醒您小心了 喝太多可能还会增加死亡风险 这是美国最新研究显示 每天如果喝超过4杯230克的咖啡 就会比一般不喝咖啡的人 寿命还要短 这是很多人展开一天的活力来源 但是咖啡要喝可千万别喝过量 根据美国最新研究发现 每天如果喝超过4杯咖啡 可能会增加死亡风险 这会不会太严重 这项研究针对4万多名 20到87岁的美国民众调查 结果发现如果一天喝1到3杯咖啡 海酸安全 4杯以上可能就会危害健康 而这里的一杯是指180到240毫升 而台湾超商卖的小杯就有240毫升 无数岁以下的民众男性一天只要喝超过4杯以上的咖啡 死亡风险比喝4杯以下的同龄男性高出了56% 女性则增加一倍 可能不是咖啡的问题是 咖啡喝者也会吃很多健康的食物 谁知道 咖啡是抗氧化剂的主要来源 但仰师表示咖啡中的咖啡因会导致心剂心跳加快 一般也是建议每天饮用物超过3杯 爱喝咖啡人还是得控制好每天的分量 才不会赔掉健康 专心我们下期末到